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财经自由港 继续有我 Simon和Joseph 为大家讲一下香港以及全世界的一些经济 或者财经上的事情 这个星期其实有一宗相当轰动 就是近期其实香港的地产市道 不幸给我们三个言重 真的做得不太好 近期有行家画了一宗东西 就是他现在买地的时候 就是香港政府买地的时候 他加入了一些国安条款 如果在11月之后你去买地 你有条款的限制 其实 他有权就是要你收回你的地 或者终止你的租药等等 其实对后市的影响大不大呢 两位拍档有什么问题呢 我已经计算过的数字 其实从11月开始 他就说开始有这个所谓 新的国安大法 就写了在那个买地条款那里 其实11月开始就有几块地都买过的 其实最大家关注就是11月 那个所谓启德地皮 二汽区 结果就其实那个招标反应就一般 就有六个财团入标 但是结果出来就相当吓人的 就出来结果是由长实去拿到这块地 而且那个所谓标价就远低于预期 讲的那个赤价只有6,800多元 6,100多元 那就比起几年前 就是鄰近的地区的地皮 其实是低了六成半 讲的四年半前 这个就相当震撼了 那就开始大家有人在讲到底是不是 政府占卖土地呢 那就也值得留意就是之后 独俗其他几个财团开标出来的标价 有些直接是低到所谓执舍价 讲的是1,700元一呎 留免地价 这个就很惊人了 如果1,700元拿到启德的住宅地皮 就应该香港楼市塌了九成以上 但是就看到其实当时那个反应就一般 还有参与那些财团 都是由本地财团为主的 之后数落有几块地皮 再招标包括了赤柱的豪宅地 在环角那里 那就只有四个财团入标 那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留标 那大家都记得 这四个入标的财团 其实都是一些本地发展商为主的 那见不到有外资 那到再之后 就是荃湾捕风炉那个小的住宅地 那讲的是估值都是10亿左右 那这个就反映好些 有大概10个财团 也都见到有一个新加坡财团 那其实这样数回来 其实大家见到 在一个新的卖地条款 加入了所谓国安的条款之后 其实参与卖地的 都是一些本地大发展商 就完全见不到一些外资 那但是当然我们坦白说 过去外资参与香港的投资都不是十分多的 但是间中都会见到一些 比如新加坡财团 或者是一些美资的基金都有做的 那但是到底是不是因为 就是新加了这个国安条款 而影响到那个 参与财团的反应呢 或者是影响到那个卖地的结果呢 那这个就应该是综合分析的 但是我相信作为外资 如果看到一个这样的条款 因为它在说不单单是 我这家香港的公司本身 而是甚至它的美国外国的总部 如果是被认定 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呢 其实这个项目都会被收获的 那这个风险其实对这些外资公司来说 就应该都很之前没想过 那可能都影响到他们 就是在未来香港投资那个风险位纳啊 投资越远啊 那这个我觉得是 就是未来会是一个 很重新适应的一个游戏规则啊 就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就是想 发展商我又不是发展商 我只是一般小业主而已 但是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香港所有的物业呢 其实大家不要想着 我买了一层楼就是买了一层楼 好 严格来说 你整个法律程序是什么呢 是政府就拿一块地出来照标 它为什么叫做照标呢 其实就是你的人其实是 和政府租了一块地 那我说明这个大的租约呢 就是你要发展一个怎么样的项目 里面可以建几多尺 你可以有多少楼面面积可以租出去 其实就说明的 我时时都说 香港那些所谓卖地的条款 其实就是招标的那些条款 教你怎么建楼的 好了 然后你发展商 其实就是中间 将这个项目做起了它 然后你就再去 转租给 再下一层就是你们自己以为自己是小业主的这班人 就是其实是一张租约摺一张租约摺下去 而事实上你看到香港大多数那些 就是发展项目呢 你作为一个小业主 其实你是拿了某一个份数 就是还要是我们所谓的undivided share 就是你其实不可以拆开卖的 你其实是大家是整体是一个共同的一张大的地契里面 你是其中一份子 那你有权去用某个单位里面的空间 那我的问题就是 但是若然那个发展商 不知道为什么十年二十年之后 就被人说 哦 他违反国安法 那才说 我不知道哪一个 喂 两样东西 其实很多时候这些份数 他们还拿着一部分的 那你怎么DQ它呢 第二 你DQ了整张租约 那我作为小业主怎么办 这个是衍生下去有很多问题 那这个我也都在想 为什么地政 其实十一月开始有这样的条款 没有打了挪鼓的 没有到处跟人们说的 有些鬼鼠的严格来说 那为什么鬼鬼鼠鼠呢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你要解释这些可能发生的事 我也不知道银行做按揭怎么办 因为如果你告诉我 最终我拿着的这些这样的 就是按揭的所谓抵押 其实是一张租约来的 严格来说 那我究竟 就是如果一个不注意 一个大发展商 就是那个其实严格来说 是包租工 被你政府DQ了 因为国安法 那是不是整张租约无效呢 那谁去承接了那份大租约呢 就是这些问题要解释的哦 我现在香港做事都乱了大龙的 这个第一了 那第二 我也都现身思考了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现在香港那些 就是投地呢 这一排呢 其实就要么就流标了 要么是开 流标的意思就是 那些人开的架开到很低 低到你没办法接受 昨天港铁小豪湾车厂项目 那又流标了 那我不知道他收到那些标书 开什么价呢 那是不是意味着 就是香港其实 现在大家因为这个 这样的潜在风险 调整了那个价值的预期 那如果是这样呢 又解释了另外一个现象 刚才就是 我们讲香港的楼市现象 大家就是讲主要针对住宅 但是你想想 其实香港的商业的 就是地产项目 其实已经差了很多 其实你说住宅发展 就比较少 外来的发展商的 而甚至乎 我也挺肯定 就是香港那些发展商 全部都是外国外港的 那问题就是 商业的怎么算呢 因为商业的 有几个果光龙在香港 就是什么Maple Tree Capital Land 这些就是新加坡资金 那新加坡资金都跟我们 很有好的 没事没事 那好了 问题就是 你没有其他外资 可以进来的 也没有其他外资 会进来的 那这个衍生 因为其实今次 不只是说 你那个发展商 我看到它的条款 是发展商的母公司 如果你的母公司 是一个外国财团 而这个外国财团 又不知道为什么 踩到你国安法的红线 那你就死了 好了 早前大家看到领展 公股 然后又吵冤 又拆天 很多人就说 领展其实负债比率这么低 有没有必要公股 开头我想就是 哎呀 那要减下债也好 开头我只是想一些宏观经济 但我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 咦 如果 现在大家的那个物业估值 我不知道它可以怎么估 但是如果你在可见的将来 物业的估值 将会有大幅的折扬 因为各种原因 包括这个 那你就解释得到 为什么领展要公股 因为 它的负债比率 不可以过三成 你一过三成 你那个评级 就有可能会受影响 你的评级 一受影响 你给的息油跪 然后整举东西 你的影响就会连带下去 所以它现在趁早 减下债 也都说得通 如果你这么说 你就看到整体香港的资金环境 整体那个市场 是怎么受到 你这些政策不稳定因素的影响 我们时常说 不是单一一件事 而是这些东西 环环相扣 你以为 我很小事而已 一条条款而已 大家不用那么紧张 个个都爱国爱港的了 你去到两三步之后 的影响就已经不是你 你原先可以预计得到 现在开始其实 都可能现眼部发展着 发生着 是讲着你11月 有个这样的条款 我们外边这些人 未必留意到 我都 这次我都有一些神奇 就是 谁这么有空 走去看那些条款 从来 除非你自己本身是做行内人 你真的是投地 如果不是 谁人这么有空 跟你真的看那些细节内容 我估计了 都是跟启德有些关系的了 就是由启德开始被人发现这件事 去到你不认不认 终需要认 发展局才出来这么说 但是现在他们都想低调处理的 我刚才问过几个问题 很实在的 你DQ了发展商之后 那些剩下的业权分数 那些小业主 会不会受影响呢 那谁走去接了那张东西 如果整张契纪了 大家以为 哦 只是发展商受影响 不是啊 小业主都受影响的 银行案件都受影响的 那怎么办呢 整个问题 有没有人出来解释过呢 是没有的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还有那个延伸的讨论我想就是 香港政府的公共财政 还顶不顶得顺 因为其实 就是买地收入是 一直减少了 你说市道不好也好 国安大法 影响市场信心也好 但是你始终你整个买地收入就是香港 政府其中一个很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以至到呢 其实它很多大project 都是靠 就是例如那些什么什么东西 民运带鱼那些东西 其实它声称可以回到本 都是因为 我计算我买地的数据可以盖回 但是它之后如果 每一块地 我就加一些奇怪的条款下去 而市场觉得是有忧虑的时候 香港的公共财政会不会给我们 就是我们之前几集有探讨过啦 就是说喂 它不太行 我未必顶得太久 会不会再加速了这个消耗储备这个进程 其实如果数回现在这个财政年度 讲的那个 卖地收入呢 其实 陈茂波那时候推算 其实估计是有1200亿的 那1200亿怎样得来呢 因为对上一个财政年度 它卖了1400亿 包括了中卖地王 所以 就是水藏船高 今年它都 就是做了一个比较高一点的预算 但是turn out 到现在 讲的都是 连着保地价都是讲的 六七百亿之间 就是大概一半左右 那么很明显这部分 会是一个财政缺头 那么加上因为刚才我们这个讨论 就是那个地产市道 特别是商业地流标的情况 都挺严重的 那么 你好像是建国 建国虽然不是直接卖地收益 但是那个气氛之差呢 就只有新地一个入标 不要忘记了 新地其实是那里的大地主 他有APM 其他商场 他都放弃了一个比较低价 去参与这个项目 那么最后 令到整个项目都没了 那么其实 正正就是反映 就是发展相对 就是那个商业市道 投资市道 是比较保守的一些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 就是身体最诚实了 出价这件事就是 就是你无论口头说得挺好听 其实出价这件事就是 就是最真实的代表 但是说回来 其实地政总署的官员 这样将一些国安条款 加入到卖地里面 是不是很深思熟虑 或者是很有部署呢 我相信不是 因为其实那个政治环境 大家知道过去两年 就是由最高层下来 每个官员讲的都是要国安国安 那么其实在政府的每一个部门 呈诚仁求 其实都会考虑如何在自己的工作上 加入这些所有的国安条款 那么我做完之后 那老板就赞我做得好 那甚至乎可能 就是有没有升职加薪 那但是就是那个影响是怎样呢 他们未必想到太就读 但是具体的如果夹出来 就会是相当客人 除了卖地条款之外 我们现在经常在讲香港 香港 is bad 要吸引外资 特首又说要吸引一些 很大的西方的独角兽来香港 或者是一些芯片 或者一些新能力车来香港 那这些其实都是外资公司 那在引入这些所谓外资的时候 那些优惠条款会不会里面 又会加入这些所谓国安的考虑呢 没理由卖地加入 那其他人也不做的 那比如你很简单 你批一个数据中心给Google 那你这个里面又没有那些所谓 国安的条款在这里呢 如果加了的时候 那些外资会怎么想呢 那你自己口里面就说 要吸引多一点外资回来 希望我们增加在香港的投资部分 那但是自己身体上呢 就做了这么多不同的阻撓在那里 其实就是一些智商矛盾 也都使得自己呢 其实那个伏偿的部分呢 更加困难 其实甚至乎如果你说 那整体来到政府的各种采购啊 合约招标啊 你都相信它一定会有国安条款的 那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什么呢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 香港很多这些服务供应商 第一一定是国产的企业 那这个都不要紧要的 因为国产企业如果平靓靓就去做了 那问题就是你延伸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想他们没有怎么想过就是 那他们当然是说这些国安条款 就是国家的大策略 甚至乎你那些世界贸易组织 本来可能有一些政府采购的限制 这些可能是会触犯了 就是世贸的一些条款的 因为理论上就不应该有一个这样的限制 那我说不要紧要 你美国都是这样啦 你哪里都是这样啦 欧洲都是这样啦 他一定是这样讲的了 我都知道 那问题就是 你不喜欢别人 别人又不喜欢你 结果就是香港现在的而且确是受到这个新冷战的环境影响 虽然他们说不要用冷战思维啊 他们时时讲的 但是现在在做最冷战的行为呢 就是他们在做的 不是我想冷战思维啊 是你在做冷战的行为 那我唯有跟着呢 就是香港在上一次冷战呢 就是成事而起的 如果你看历史的 就是因为香港当时有一种相对中立的地位 你说虽然是英国的殖民地 但是当时英国是全世界第一个承认你中共这个政权的 所以你说在冷战的时候 香港是处于一个很有特别的地位 那么好了 现在去到2023年 你说冷战2.0之后 那么香港没有了这个地位的了 反而哪一个是有继续做这件事呢 又是他们不喜欢听我都要讲的了 就是新加坡了 新加坡就是新香港 那你不 就是我想新加坡人也都很不喜欢这句 新加坡就是新加坡 那么问题就是 现在的事实就是 香港已经不再是当年那种那么特殊的地位 这个地位已经被新加坡做了 那么你说新加坡是亚洲的瑞士 那么他们如果听得舒服一点的 就是这样了 那么但是 香港呢 没办法 是中国的其中一个城市 你要这个一国一制 终于被你达成了 这个就是个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这个人民币